兄弟们开饭喽 没想到用不到20块钱买的特家菜 也能做出这么美味的饭菜呀 哎呀 要睡醒啊 一点半了 肚子好饿呀 扛不住了 起来搞点吃的 好久没去超市买特家菜了 今天过去捡捡漏 看看能不能捡到大便宜 这是一些特价的水果 两块八毛六 进口火龙果 四块五两个 零期商品五折 兄弟们我回来啊 这些就是我今天捡到的大便宜 一块钱的萝卜 两块钱的香蕉 三块钱的红薯 四块钱的火龙果 还有特价的凤爪和牛板筋 今天我就用这些买的菜 做一个全牛夜 气锅烧油 红薯 搞里头 牛板筋 剪开 搞里头 锅里加点水 炖一下 来点海质盐 来点小酱油 来点十三香 第一道菜 牛筋 红薯 出锅 喽 萝卜片 搞里头 加入牛板筋 十三香 第二道菜 牛筋 萝卜 出锅 喽 锅里加水 锅里加水 今天那个火龙果是白芯的 四个菜 一个汤 还有一把米饭 着流 兄弟们开饭喽 没想到用不到二十块钱买的特价菜 也能做出这么美味的饭菜呀 先来尝尝今天的第一道菜 牛筋 红薯 太好吃了 上面撒满了十三香 吃起来香香甜甜的 还有牛肉味 绝了 谁发明的 这道菜啊 简直就是个天才 尝尝第二道菜 牛筋 萝卜 味道也是非常的棒 就是这个萝卜有点不太吸盐呀 吃起来有点咸了 吃起来有点咸 然后米饭 嗯 嗯 然后今天的牛肉汤 说不上来这个味道 今天的第三道菜 牛筋 虎皮 鸡爪 哇 哇 这肉也太软烂了吧 我去 嗯 嗯 嗯 整个吃进去就吐出来一些骨头就可以了 嗯 太香了 尝尝那个火龙果啊 是什么味道呀 牛筋 牛筋 五骨鸡爪 嗯 香 嗯 哇,真是奇緣的 这也太香了 还有一点骨头没有剃干净 再来一个 嗯,今天的这几个菜吃起来都非常的棒,非常的好吃 就是这个汤喝起来有点那么怪异啊 美滋滋啊,兄弟们